Lead Detector 好 今天我们来介绍这款简陋仪啦 叫Lead Detector 这款Model是DSA200 DSA200 好吗 看一下怎么操作 第一个按键呢 就是开关 开核关 然后在我们的那个左边的按键呢 是Set咯 Set就是调它的敏感度 敏感度 然后右边的是按Reset Reset就是增强它的那个浓缩的味道 比如说你在那个环境一开动的时候呢 它就报警了 还没有去查就报警了 就是说这个环境已经有味道了 就是Low gas漏的很大 你一开机它就漏了 就变成你查不到 你就要增加它的浓缩的那个味道的那个敏感度咯 你按一次Reset它可能就清洗掉 现在的味道属于不是Low gas的味道咯 这个按键 Reset不要常按啊 你常按的话呢 它会越来越高 越来越高的话 你就越来越查不到Low了 OK明白哈 然后它使用是两个电池 是两个A的电池两粒 然后装在后面 我们启动就开这个这个按键咯 它会亮完灯然后慢慢会灭掉那个灯呢 到最后它就亮绿灯就可以开始使用了 然后我们调一下那个敏感度调到最敏感 亮完灯就是最敏感 如果太敏感的话 啊我们就可以剪掉那个那个敏感度 它灯就灭一个 它会灭到五五个灯了 五六个灯了 它会灭掉六个灯的敏感度 你自己选择咯 还是太敏感你继续来按 好继续的按啊 按到剩下两个啊 它的声音会越来越慢哦 会越来越慢哦 好 然后亮的完了 它声音就比较快了 好吗我们试一下哦 这个探头不要进到水哦 你不要穿到insulation里面哦 不要进到水 一进到水这个探头就是会坏的了哦 好这个是lighter lighter好我们查一下 好 好 就会响咯 他就会响咯看到吗 这样子就是有low gas 就有low gas 好吗 OK这个就是这么简单 这个是我们的 DSA200号 DSA200号 好 谢谢